1人1信 反對偵察尖沙咀饅頭巴士總站的信件 已經放在尖馬之聲的網頁上 讓大家可以下載 我們亦預備了網上版的信件給大家寫 寫下你們的心底說不想被政府拆了巴士總站的話 請大家上載我們的網頁 網頁是www.ourbusterminal.org.gn562 這就是中文版的網頁 大家上來就可以看到這份1人1信 當你們填了這份1人1信之後 我們就會在11月8日前幫大家去有關的部門 而英文版的網頁也很容易記 我們都是www.ourbusterminal.org.gn562 你們1人1信的行動是足以改變巴士總站的命運 希望大家在僅餘的時間 叫多些你們的朋友一起簽訊 好又回到尖前故後 真是好多謝好多謝各位朋友 來到尖馬去支持我們 這個真是好感動 或者你們在網上簽了名字支持我們 好感動 因為實在這次大家都知道 政府康憲的期間就是一個虛損的期間 他說拆巴士總站這件事就是陰之陰之陰之 這次玩到這麼奸搞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讓他過到 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 繼續幫我們傳開 記住就是叫你們的朋友親戚朋友 所有人上網都可以填我們那份一人一信 一起要阻止政府做一些愚蠢的事 今天我們的節目 首先就是欲霸不能上個星期說台灣 也就是台灣和香港之間的問題 說巴士總站這件事 還有就是到底巴士總站如果被政府的方案過到 會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我們上半步就會先說台灣的事 下半步今天我帶了的士 巴士今天忘記帶 先找車輛先解決吧 待會稍後我們就會再做一個模擬給大家看 到底政府的那樣的康憲方案對於的士使用者 是多麼昂貴 甚至到我們上幾個星期有一次 坐的士拿著一些工具去開檔的時候 的士司機跟我們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大哥 你這樣搞法 我的的士怎麼排啊 我怎麼去廁所啊 這些事情就需要大家 繼續繼續一起去關注留意 所以我們會繼續在尖馬之聲 我們會繼續在五支期間下 11月6日之前的每一個星期六日 我們都會站在這裏和大家簽名 說到今個星期就說說台灣 上個星期肉霸不能 有些觀眾就跟我們說 所以看了下去 然後他又看了 洪志文教授的網絡 那個網絡 看了兩篇東西 所以我們繼續趕下去 好我們又去過鏡頭 來到這裏 上個星期大家都知道 可能看了洪志文教授的網絡 就是交通歷史價值 畢竟對於那些文化官員 他們不是用年代來質疑 就是用建築形式來評斷 年代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其實當年刷中環天星 已經是說49年了 差過一年 喂 差過一年真的這麼重要嗎 他的歷史價值不是差過一年 而是他整個地方的文化 那些人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好 繼續下去 接著說建築形式 也是的 是不是建築普通就叫做沒有特色 不是的 因為就是那種平凡的美 就是很平凡很簡潔的一個建築方法 可以是可以好美的 其實已經是很平凡的生活 很實用 好像尖沙咀碼頭現在的設計 整個火車站以前有一條長廊 可以讓大家走過去碼頭 現在已經拆了 因為當年拆火車站的時候 接著 好像現在我們坐巴士 下巴士走過去坐船 十秒鐘已經可以走到碼頭 是油瓦遮頭的 這種緊密的連繫 有沒有其他地方還會這麼容易找到這些東西呢 現在香港很多時候我們發現的 只不過就是一樣還一樣 沒有連貫性 甚至我們現在看見好像 尖沙咀碼頭這個個案 就是可以有個連貫性 就是這樣令到幾樣的轉乘很方便 很快捷很近 大家都是走一分鐘以來去到另一個地方 但政府現在最近的方案 竟然是要大家走三分鐘 不過詳情怎樣說呢 上兩個星期大家看一條影片就會知道 我們就試了給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再看 但繼續討論這篇blog 集體記憶這種文化價值 集體記憶這種文化價值 對沒有在地認同 只於會朝經濟利益思考的人來說 實在是難以理解 即是下下正在想說錢 即是那些人是不懂得怎樣去說文化 跟著 雖然好像對牛彈琴 但文化保存 畢竟都是要有種說法的 才能說服到人為何要留東西 所以下面這兩張照片就是我們提供給他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巴士總站有甚麼特別 最頂的一張就是我拍的 下面這張其實大家如果 看回我之前一些文章都會知道 其實這張照片我在澳門旅行的時候 在一間茶樓拍到回來的 那位攝影師應該是 因為那時他把很多拍的照片放在那間茶樓 其實很值得去那間茶樓 如果大家去看看 我看看如果有機會找回一個地方 給大家 其實應該是洪街市隔離 我不太記得好像叫龍華 我忘記是否叫龍華 還是甚麼名字 那間茶樓 總之其實就是在洪街市的旁邊 我們繼續回到網頁看 九龍半島最南端的地方就是沾沙咀 曾經結集了鐵路總站 道輪碼頭巴士總站 有著一個很深厚的交通歷史文化地點 九港鐵路櫻段 就在1906年開始興建 1911年空車 直到九龍半島最南端的位置 就是沾沙咀碼頭 九港鐵路的九龍總站 其實是1916年落成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 這是一個我們整個很重要的交通樞樓 現在天星小輪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景觀 亦都是1898年開始有的 其實在1888年已經有 但因為在1898年才轉為天星 其實以前原本天星碼頭 亦都不是在現時的位置 其實是搬了少許多 其實是由海運碼頭那邊 不過因為有上貨有下貨 變成成行方便出出入入 後來搬到現在的位置 大概是1906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看看高空畫面 用Google 就看到其實那種緊密連繫的位置 是挺有特色 最有趣的其實就是 這個車船接駁的設計 其實就是一條線 一條洞 他又拿了日本的例子 日本有車船連絡歷史的門司港火車站 如今仍是保留著這種連繫 連絡著船的時代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資產特色 看回香港 看回九龍半島 他說 這就是天星碼頭 龍火車站 還有接駁交通工具 就是巴士 1920年的時候 亦都已經看到有巴士在香港出現 在這裏 40年代 他說看到現在巴士站的規模 已經成為初映 就是一條條坑和站柱 其實如果我們研究一下 其實應該是30年代 終於開始出現 看回照片 戰前已經在現在這個模樣 這裏其實 這裏也是香港最歷史牛九的巴士公站 一字排開 雖然說 可能有少許改動過坑的長短 但其實這七個石屎 構造這個石屎的站蓋 是一整體來的 是一個很壯觀的月台 是巴士的月台 亦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最傲人的交通地景 他形容為 好了 如果說鐵路的線型車庫 就是有趣的線型鐵路建築 這個巴士總站 其實這七個月台 也是一個很獨特的形狀規劃 這個巴士總站 其實在台灣他們也未見過 他們也說到機動性的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幾樣東西 緊密連接 令到這裏 為何可以這麼方便 到那些人去搭車搭船 不只是一個交通歷史 亦都是一個海港城市最重要的交通樓 很引記 不過政府現在想拆了這裏 所以他們知道我們這個組織 纖馬之星的存在 呼喚我們 他們呼籲當局應該要尊重交通文化歷史 最終最後一段就是一個好好保存 就是令到它繼續運作 成為每一代香港人共有的集體回憶 才是將日常生活的文化之產 永續流傳下去最好的方式 即是保留著這類功能 保留著這裏的情景 令到它可以繼續下去 繼續可以保留著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保育方法 而不是去做一些拆掉它 然後又不知左改又改 去做一些很無謂的改動 不同我們在很多集前 亦都講過台灣 我們講過有一個高雄火車集 那邊就是整個站 那個構築物要是整個移去 遠一點的地方 但是講過一個 因為它是要做一些鐵路工程 是不可以不改而做到的 然後它將來都會搬回去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香港我們是沒有人 沒有人要求過一個露天廣場 大家比較多的都是支持 就是保留現時的巴士總站 但是發生的事 政府堅持一意孤行去做事 大家想想 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露天廣場 還是好像連外夜的朋友 來到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看到這個總站 有多麼特色 有多麼吸引人之處 搞旅遊 不是每次要建一些新景點 舊的東西 一樣可以很吸引 我們也可以再看看 剛剛說的線型車褲到底是甚麼 可能之前的朋友 沒看過線型車褲 其實他們說線型車褲 現在在台灣張法 即是台中那邊 曾幾何時幾乎是要拆的 一個火車褲 就是一個火車廠 如果大家看回我們之前的片 其實也知道我們曾經去那裡看過 拍過 當年幾乎這個火車褲 都是被人要拆的 但是很幸運 就是當時很多日 好像我們這樣 很熱心的朋友 走到出來 去說要求保留這個火車褲 當時是一個 當時是選舉期間 他們也是 亦都是一班文化 喜歡鐵路文化的朋友 走出來 成功爭取了去保留這個火車褲 因為當時台灣原本有四個 火車褲 結果拆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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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很有特色 如果大家去台中旅遊的時候 可以進去的 其實只需要在門口登記 是很方便的 但是團不是很多 但是很多都是自由行的朋友 會走到來這裡看這個火車褲 因為裡面有卡口舊的火車 但是這個真的正在做事 不是說放在去死了 其實這個火車褲 仍然是一個火車維修的基地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是古蹟 活化石 我們不是說要強行殺了火車站 之後就放幾架 舊火車在這裡 這樣就叫做保育 這樣也不是最好的保育 而是令它活生生被人看到 怎樣去做事 因為它還在用這些 有電的也有 蒸氣也有 柴油的機器 看到蒸氣那一部就是黑色這部 這部是間中才拿出來 保存在這裡的火車 旁邊柴油那一部 現在它還在用某些機頭 其實都需要在這裡維修 因為如果是電動的 是另一個位置要維修 大家可以看看不同的角度 其實這個線型車褲是很有特色 看到煙通為什麼會這樣放在這裡 因為以前的舊火車 大家都知道火車頭有煙通 如果煙通 如果不開口 讓它排了煙出去 這樣在製造火車的工人 噴到一面都是一杯 困著死氣在後面 沒有理由這樣 所以你看好像現在 在看畫面這部黑色的火車 火車機頭就是舊那些蒸氣火車頭 其實煙通就是被它這樣排氣 所以古人去想事的時候 上一輩也是有很深思熟慮 去興建這部東西的時候 是想過到底怎樣才配合 他們營運的需要 這是一個見證著人類文明的智慧 就好像我們的巴士總站一樣 為何分了這麼多條坑 就是整理所有的位置 讓人們可以排隊搭車 就不用像一窩蜂看到巴士 就推著這樣上 那麼不明 可能有些朋友 大家回內地搭巴士 就知道了 內地上巴士 人們會被迫在一起 之後 如果你走慢點 你排隊 分不分上不了車 這就是那個文化 所以香港人經常說秩序 說要守規矩 其實我們那個巴士總站 是見證著我們怎樣走向文明 走向一個秩序 大家坐車是不會推前推後 左右壁 大家一起排隊 跟著次序上車 就看到香港人為何會這麼文明 在說手話 這件事多麼重要 不如今天我們第一節暫時完結了 我稍後要做少少設定 再說一說 之前我們說過巴士總站 如果是政府的方法 其實會有很大的交通影響 在說是乘巴士 乘的士會有什麼影響呢 稍後回來和大家一起 尖前顧後 回到第二節的尖前顧後 剛才說過 會說的士站 在新的康圈裏面 到底有什麼問題 潛在危險 之前我們說過巴士 會引事塞車 的士站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先去一張圖看看 大家在看嗎 這張是政府最新行憲的圖 到底會怎樣 大家看到到時的的士站 其實就是路中心 現在圈著白色斜斜的位置 一直排 的士就在後面 在我的cursor後面排出去 排到多遠 如果大家看看 其實整張圖 就會排到九龍公園徑 大家看到了 這個位置就是九龍公園徑 然後大家的士排到廣東道 九龍公園徑到廣東道 那一段梭士巴里道的西行 就會變成了的士站 在路中心 現在到時候這個位置 到底會怎樣呢 看到 我們說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第一件事 提到的士落客的位置 就會搬到現在第一條粉紅色的位置 那裡 之後到底會怎樣 下完客 以前你原本可以進到後面的咖啡色 下完客 這個有頂這個位置 但是到時候就要搬到出來粉紅色 這裏 但是現在下完客 開始右轉已經可以排隊上客 好像之前我們看韓國的MTV 記不記得 上個星期的士司機 就是在那裡抹車 其實就是在後面 其實去過廁所也可以 但是接著發生什麼事 我們前幾個星期 又搭的士過去 才買開檔的時候 有個的士司機 都說出水 他知道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然後一趕到的士站 我們還未說 我都聽過這個設計很有問題 到底什麼事 他就說 大哥你把的士站搬到這邊 我去廁所停車都不行 現在我停這裡 起碼還有時間 一兩分鐘我去廁所 後面就有個公廁 已經搞定了 我又可以去廁所 誰知道 你現在要搬到出來 我怎樣去廁所 這個其中一個問題 解決生理需要 這是人 那些的士司機 大家都知道 他坐了這麼久 在車上 所以廁所又怕被人抄牌 難道下下用膠盡嗎 然後 停車去廁所 可能你說 洗去其他地方去 當你洗去其他地方 好嗎 但是正常樂園客 你也想立刻上黑酒 的士大哥 出什麼事 樂園客 新的設計 不好意思 你上下的地方 是在這裡 白色這裡 然後就會轉 你又轉了出來 糟了 那我去到哪裏 回來 去到多遠 接近到星光大路 新世界那裏 才有U-turn 或者你在喜萊登酒店 後面中間那邊 再繞出來 然後再右轉 那就是無緣無故 我下客 我進來一次 下客路 我進來 梳士巴里道的西行 進來一次 出去 下完客一次 然後回來上客 又要進來一次 然後上完客 再出去 又要一次 那就是巴士兩入兩出 現在沒有這件事 就變了的士 兩入兩出 大家都知道 尖沙咀碼頭 平時的的士車樓 有多厲害 最經典的 我們見過三十幾部車 在這裡排隊 如果這樣的話 到底會出現什麼事 又去翻圖看看 那時候這裏 這個梳士巴里道 廣東道 至九龍公園 一段 到底放的車 十多輛 剛才說 走狠地 都二十幾架 最厲害 三十幾架 那怎麼辦呢 到時候 就會排到後面 政府現在說這條 藍色一點的線 後面 排到過去 半島 YMCA 後面就頂死了 頂住了 對不對 頂到這樣 到底會有什麼事 梳士巴里道 實斜 一定會先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回來 我們回來 看見我的壞樣子 先回來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第二 Apple 剛剛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 我們現在去模型看看 排塞車 車籠頂住 都視义少 現在剛才我們說的 的士 會在馬路中心 的士站 在馬路中心 現在做一個模擬 我們現在最前的位置 我們現在最前的位置 就當是 未來的巴士總站 迴旋處的位置 的士站 到時候就剛剛擺了 這邊是文化中心 這邊是星光行 這就是馬路中心的士站 這裡是1881 後面 後面就是 好了 到底什麼事 的士 我先當他下降了 客人 已經繞了一個圈 回頭 回來排隊 等下 買到來排隊 接著 接著 五個遊客 來到香港 一秋二嫩 拿著行李箱準備 去機場 這樣算 一人一行李箱 好了 上車 到底會怎樣 司機開後面行李箱 好嗎 好嗎 客人首先要在 星光行 或者文化中心 過馬路 走到來 排隊 他面向著的士 接著的士 進來 首先要走到後面 放行李 放完 然後上車 有三個坐後面 可以在這裡 一二三 在後面門 右手邊的門 上車 第四第五個 大家都知道 合法來講 其實的士 車頭 那裡 司機位那裡 如果五人的 應該就前面有兩個 好 那怎樣上車 麻煩 司機位來的 右手邊 沒得開給你上 走出車頭 接著在這裡上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這兩位遊客 上車的時候 那時候 發生 我現在手拿著這部 這部 紅色的東西 我先當一部巴士 這部這樣的貨 好了 有巴士 在賣站 在賣站 好 上完客 或者 他是 準備下客 下完客 就準備抽頭走 那怎知道 前面又有巴士在那裡 當一抽 就看不到 接著這兩位遊客 就走出來 剛剛在那裡上的士 因為那條是路中心 好了 就一下子炒了過來 噢噢 撞車 撞到人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真的會隨時很危險 為什麼呢 香港 現在我們是用右軚車 我們一向上車都是左手邊上的 無緣無故現在在這麼多遊客要用的的士站 你竟然說要將它改變到由左手邊變成右手邊 沒錯 由左手邊上車變成右手邊上車 喂 這樣搞法 即是叫人要走出馬路中心去上車 喂 這是一個安全問題 影響到很多乘客他們上上下下的安全 好了 這樣搞法 其實就是政府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接著結果 就是搞到附近是混亂 那些遊客他們是遊 習慣了他們好像左泰的國家來到香港 接著呢 就會亂了 平時他們左泰的國家就右手邊上車 但是來到香港就是右軚車的時候 我們就是右軚 我們香港右軚 那麼他們是左手邊上車的 但是如果到時候 你要他走出馬路 是左手邊的 他平時就習慣了 喂 左手邊上車 他就覺得這邊是行人路很安全 誰知道走出來原來都是有車限的 這樣就嚴重了 始終都會造成一個不必要的危險 香港我真的沒有看到有多少的的士站 會這樣設計 即是虧政府敢覆覆封信 這些鐵計 在香港是很普遍的 即是很普遍的 這些完全是神經病的 他說的話 這樣是製造一些危機給的士的乘客 甚至我剛才說我們之前搬一些工具 過去尖沙槌碼頭的時候搭的士 那些的士司機看完 一聽我們說完 他說不是吧 即是到時候在等打保齡 那個客人這樣搞很危險 要他們在路中心上車 即是連的士司機都想到 為何你運房那些官 是否坐在冷氣房 習慣了平時搭車 人家就封了一條路讓你上車 大搖大擺 即是可以停車不適時 即是好像116那晚 即是有位官 坐著AM車 死都不肯下車 結果被人迫到去搭港鐵 即是很簡單 你搭車 原來你還未知道你做甚麼官 即是那個道路安全 我們經常搞這麼多年 強調道路安全 又要搞道路安全議會 又要搞交通安全運動 結果政府浪費我們公帑 沒有意義的廣場 令到附近交通一帶混亂 令到道路安全受到影響 令到市民又黑身命財產受到威脅 這些就是浪費公帑 是很不應該做的事 所以為何各位的士大哥 或者不乘巴士的朋友 以為乘巴士可能很可憐的人 但是你搭的士 原來你都會受害 你有錢做上等人搭的士 你都會受害 如果在這個方案裏 所以不論階層 不論你們是在做甚麼 都麻煩 一起上我們的尖馬之星的網頁 簽那份一人一信 反對政府最近再一次的行券 GM562的行券 臨尾的時候 我們結尾就會有這個網頁 可以給大家看那些網址 那些情況 希望各位市民 希望各位在看我們專前故後的朋友 為了自己安全 為了我們保留古蹟也好 為了乘巴士方面也好 為了你乘的士做上等人 都不會被巴士撞到 不會被其他車走過撞到 因為你要坐司機位前面那個 所以就希望你們 記得在11月8日之前 寫信去雲房 亦都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填寫那份一人一信 我們亦都有一個 sample letter 就放上我們的網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的時間 我們又差不多了 又是時候說拜拜 臨走之前 就要跟大家說另一聲 先預告一些事情 10月30日 我們今年繼續萬聖節 我們會在尖沙咀碼頭 巴士中站一帶 我們會繼續做一人一信 但那晚我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活動 就是聯合其他團體會去搞的 將會是有些什麼玩呢 到時候記得下來 我們晚上大概是會7點多 我們就會在那裡開始 就有一些特色的 一些掛飾 有一些裝扮 跟大家在那裡簽訊 想要怎麼玩呢 想要齊下來輕鬆一下 顛翻慢的 不用一定走進那些人造的 那些公園 滴滴來 海洋公園 那些 不一定的 就是我們便宜也便宜玩 貴也貴玩 我們是平民哈佬衛 10月30日晚 記得走出之馬 我們就會和大家一起玩一晚 好 今集時間真的這麼多了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一個 星期六日 就是這樣 拜拜